赵薇和大陆富商黄友龙结婚11年,育有一女,不过最近被大陆媒体直击在北京烧肉店门口外,和男性友人互动亲密,甚至还有疑似索吻的动作。赵薇的工作人员赶紧澄清,那位男友人是电影导演李飞。 当时现场吵杂,才会贴很近说话。赵薇素颜戴着毛线帽和一位男性友人肩并肩聊天,突然用食指比了一下自己脸颊后疑似向男方索吻。 男生也向前靠上去,看起来就像是亲了赵薇的左脸颊,还把手搭在赵薇的右肩膀,互动亲密又自然,随后就跟着一群人到KTV续摊直到凌晨赵薇才和助理离开。 大陆媒体直击到这段画面引起轩然大锅,工作人员赶快澄清赵薇不是索吻,而是餐厅太吵。 两人靠狠近说话聊着新专案的合作,工作人员证实这名男性友人是电影导演李飞。导演李飞,这个故事雏形是好多年前。 我听说一个从外地到大城市去找朋友要钱的事,我觉得挺有意思,挺黑色幽默的。 李飞去年指导过电影《命运速递》,以往都是担任编剧,写过《斜不压阵》的剧本,还在2014年以闯入者,入围金马最佳原创剧本奖。 而当天是话剧彩排后的聚餐活动,田壮壮也在现场。 影星赵薇vs。 宋明峰,我说你在骗我,你偷了我们家东西。 我觉得你真的有妄想症。 其实赵薇和富商老公黄有龙结婚11年来先绍传出绯闻,夫妇俩身价高达57亿人民币。 两人育有一女,婚姻幸福美满,这回被拍到索吻画面,赵薇第一时间澄清灭火,不想让家庭受到影响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